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裡 就是我今天帶大家來的一個 你們覺得它像是什麼樣的一個地方呢? 雖然有一點空 但是這個主題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這麼空 有沒有看到前面那什麼? 適當 它的外觀 然後呢 先來測一下 適當 跟掃一下 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個會不會是誤判呢? 應該是 池長在黃色這裡 這應該是誤判 好 這應該是以前的廚房吧 不是種植磚 這個應該是誤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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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掃過去一樓好像都沒有 人形的一個情況 抱歉 來 到這裡你們是不是還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樣的地方呢 接下來我就來告訴大家 這什麼地方它又為什麼會廢棄 這個地方我相信大家已經看得出來 它就是一個軍營對不對 那其實在台灣很多軍營現在有可能在太平城市 所以說都廢棄不用 當然有些地方是沒有什麼戰略價值的話 尤其就是在深山裡面的話 那它根本用處不大 那它就有可能荒廢在這個地方 那我的推測這個軍營也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我之前去過一些軍營 它就是因為戰略位置不佳 所以乾脆就裁測掉了 因為據我的了解 好像我們的國軍之前有堅持的方案 就是有一些不需要那麼多兵員 所以說就一些地方就廢棄了 那這個地方也是有類似的情況 那剛剛有說到在深山 那這個地方又有發生過什麼樣的故事呢 接下來下一節我就來告訴大家 說完這邊的一些 你們應該知道這裡是什麼了吧 然後這裡是庫房 抱歉 抱歉 因為太熱了 所以我電扇剛剛忘記管 這個會不會是以前那種軍蟹庫啊 都被這個腳條、腳帶 誤判是那個人型的部分 誒 這個牆有 這個牆有 還有照片 怎麼有人會把照片丟在這個地方 誒 這裡嗎 有 這邊的職場比剛剛門口那麼強 這個應該是以前放彈藥的吧 好 廁所 這個均勻其實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呢 嘖 好 這個是我的休息室 一、二 誒 這一處 超多的誒 三、二、前四 三、二、前四 一、二、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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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這個地方 有著 什麼樣的故事 接下來 我就來 告訴大家 這個地方 剛剛有說到 它是在山上 那 在山上的一個情況下 據說啊 這個地方 早期 有發生過原住民 跟日本人的戰爭 那我相信大家應該知道為什麼 就像塞德克發來 那時候 那個殖民時代 日本兵住在台灣 就為了 安撫 甚至是說 原住民嘛 就是要管理他們 就是他們 有發生了很多次激烈的戰爭 當然又導致雙方的傷亡 那這個地方呢 據說早期是一個 日本人跟原住民戰爭的地方 當下 日本人 並聽說死了不少 這樣的一個情況 甚至誘人說 這塊土地 以前就是一個 日本人的軍隊 所駐紮的一個基地 但是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之後 死了這麼多日本人 那當地的原住民 他們就說這塊地 他們不敢 因為他們會聽到說 晚上這裡還有日本兵的出沒 等等 之類的一個傳說 所以說原住民 當地的原住民 也把這個地方當成禁地 好OK 那像這樣的地方 最後 有可能在台灣 會變成兩種 東西 建築 第一種就是學校 第二種就是軍營 沒錯 這個地方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看到都是軍營 那這個軍營呢 其實 蓋完了之後 有人開始駐紮了 那就開始發生了很多奇怪的傳聞 怎麼說呢 因為 我聽一個朋友所講的 據他說 他說 他來這邊當兵之前 被分發到這邊的第一天 就有學長 他講說 你假如聽到日文 你絕對不能做任何的回音 也不要理 就當作什麼都沒有聽到 這個樣子的 但聽完之後就覺得 好像有點詭異 但有沒有想太多 反正進來就聽學長的話 莫名的找苦頭是不是 好 OK 聽完學長的話 他也這樣 當兵 當了一年 那 當完一年之後 其實莫名其妻變老鳥了 變學長了 那當然他碰到新的學弟 進來的時候 他也要跟他講說 欸 學弟你有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聽到日文什麼 都當作沒有 當作什麼都不知道 也沒聽到這樣子 那這個學弟 不知道這體質比較敏感 那他一天在睡覺的時候 去說 去那學長講 就說 他聽到學弟 在喃喃之魚 把他講什麼 然後講他聽不懂的語言 最後他湊緊 因為很吵 所以他湊進去 聽他去 他講得好像是質問 但他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學弟會講日文 所以隔天起來 他就問他學弟說 你要不要講日文 結果學弟說 欸 我不會啊 我不會講日文 為什麼會講日文 對啊 我是學英文的 我不是學日文的 那這學長就覺得很奇怪 說你昨天晚上睡覺 做夢夢的 好 那你再講日文之類 然後學弟就 想說 我對昨天晚上睡覺 一點印象都沒有 OK 好 那這個學長 也不用管太多 但是這學弟說 我還在自己的持續 然後呢 當兵媽 總是要站哨 這學弟有一天就去站哨 然後就站哨的時候 他突然聽到 他哨所附近有人 跟他講日文 然後 那學弟當然聽不懂 聽不懂 一個情況下 就有點緊張 然後就問他對面 那個哨所的 那個同梯的人 說你有沒有聽到人講日文 結果同梯的人說 我沒人問我 什麼聲音都沒聽到 然後就安靜靜的 他自己是聽錯了 等之類的 那個同梯的人 那個臉色也不太好看 好 OK 然後呢 聽完這個之後 然後 他在哨所後面的操場 聽到有人在踩整部的聲音 當下他就覺得很奇怪 說 這個時間為什麼有人在操演 有人在訓練 然後再仔細一天不對 他們講日文 所以他又問對面的那個同梯的人 他說 你有沒有聽到這聲音 同梯的聽聽到說 有過的聽到 腳不深 當下 他們就很害怕說 這個晚上 這個時間應該是沒有人操練才對 等於清晨 都一兩點了 大家應該都在休息 怎麼會這聲音 所以我們兩個聽到 其他人呢 然後最後 他們就很緊張的 在那邊 然後搶眼上討 都不敢做任何的動作 然後最後 他們那個 接班的人來了之後 就跟他們講說 他們剛好不好講的情況 然後接班 他們因為比較資深 會說 好沒事沒事 你們趕快去睡覺 然後有況 放假的時候 去沒有人們拜拜 好 OK 發生這樣的事情之後 他們也去沒有人們拜拜了 然後也覺得比較輕鬆 可是接下來 聽那個學長來講說 那學弟還是一直在莫名加強 因為到最後 那學弟還說 他看到 在這個 巨影的二樓裡面 有一個日本兵在那邊 因為他的穿著 就完完全全 跟我們的國軍 是不一樣的 相當的可怕 而且眼神 非常好廣東 為什麼 然後他看完之後 就去混沌 不對勁 就開始生病 然後最後 生病得很嚴重 軍醫說要送到醫院去 然後醫院看也看不好 當然狀況有稍微好轉 但狀況還是沒有太大的改變 然後最後 那個學長就想說 是不是應該要給他求一個比較強的護身符 等等之類的 拿給他 就那學長就放假之後 拿了一個比較強的護身符 給他 狀況突然好轉 然後最後呢 那個學弟就聽說 狀況就一直很不好 然後一直申請掉單位 不要在這個地方 然後那學長就問他為什麼 他說 他除了看到日本兵 聽到他們採政符 每天晚上 那日本兵 都會站在他床前 嘔吼吼 瞪著他 盯著他 看著他 然後甚至 都會講他聽不到的語言 都說他睡也睡不好 但少爺 相當的害怕 甚至那日本兵 最後還會出現在他面前 彷彿那日本兵 可以感受到他的學弟 可以感受到他 這 就是我知道這個軍營裡面的 日本兵的故事 那接下來 我還有一些問題 那我們先把他進看吧 再來用機器來做一些簡單的問語答吧 好 說完這邊的故事之後 我覺得 我應該 還蠻適合 在這邊問語答 因為我可以用日文 然後呢 然後呢 現在已經到鬼月了嘛 對不對 二樓市場果然比較強 可是我想在二樓尋找一些人形 但是問題是 我目前掃到後面 好像 沒有 只有在那個 好像以前那軍蟹庫裡面 看到有人形吧 我們應該有 這裡居然有一個 好小喔 OK,這是以前的浴室 在軍中的話,我就不會想要招放花子了 因為畢竟花子是學校的也不是嗎 OK,四關廁所比較好就對了 好,那不管怎麼樣還是要來做文宇達 故事當中在二樓有聽到碰過日本餅 所以我決定觸碰這台在二樓走廊座 然後剛剛掃到二樓形的軍械庫來用禮物盒子問幾個問題吧 好,動作感測器的部分 那今天我一樣會把日文卡掉只留中文 為了方便AI字幕作業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我想請問一下 這裡有日本人的靈魂存在嗎 如果有的話可以請你去觸碰現在的機械點線一下嗎 謝謝 好的,非常感謝你的回覆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要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這位日本兵 只有一位嗎 只有一位的話請你摸一下好嗎 謝謝 還是有很多位 很多位的話可以請你摸一下嗎 謝謝 而且在摸的時候 在摸的時候 那個 點線片都會跑出一些人形出來 好,第三個問題我想請教一下 他們現在的怨念是不是很強 是的,請你摸一下好嗎 謝謝 而且摸得很短 而且摸得很短 那請問一下 我會講日文 你... 剛剛給我摸文 講中文就直接回答 好 第五個問題就是我想請教一下 你們會講中文嗎 會的話請摸一下好嗎 謝謝 謝謝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會想回日本嗎 會的話請摸一下好嗎 謝謝 好的,非常感謝你 好,接下來再用尼文盒子問幾個問題吧 太熱了 開個電車,不好意思 首先第一個 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日本人的 在這邊還不去日本 請問一下他叫什麼名字呢 第二個 我想請問一下 他會不會恨台灣 好嗎 第三個 可以請問一下 你日本的老家在哪裏呢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你們大概有多少日本人 的魂魄留在這個地方 好,拍攝完今天這個地方 我必須說鬼門開了齁 然後 我現在不很好了齁 大家 會不會想要看 我在回去什麼地方 請問的話 留言告訴我 我再回去 找找看吧 然後再看看 能不能問到一些什麼東西 好,OK 因為說是鬼月 我真的沒有什麼安排跟打算 好,OK 那今天拍完這個地方 我必須說這個戰爭真的是很可怕 然後因為這個地方是社長 他一直很強烈要求我 因為他很想知道在台灣的日本邊 會有什麼樣的一些反應 等等 之類的 所以我 來到了這個地方 做了一個拍攝 那我對於說鬼月的氛圍真的是 比較不太一樣 即便現在我在拍攝的時候 鬼門還沒開 但可以隱約感到這個地方 有點不太對接 甚至 因為我這個地方比較重大 所以說我在這裡面稍微吃了一點東西 然後再開始做拍攝 我在吃東西的時候 還聽到很多奇怪的聲音 這樣子 蠻刺激的 好啦 但願 不要有戰爭 不管怎麼樣 戰爭有點都是可怕的 即便你的對象是日本人 即便 你看 他們戰死了 他們的魂魄還留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 他們就是想要回去 不是嗎 但是問題是 這邊的人能帶他回去嗎 我不清楚 好 OK 那鬼月第一彈 日本片的故事 拍攝到這個地方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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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